那么大家好 欢迎上每一节目哈 今天这一集啊 咱得讲个真正的这个大事啊 这不是开玩笑的 是吧 那现在呢 呃人民政协报发文称啊 不能让台湾执政的民意党 既享受S法的红利又违反一个法 不排除一个法被终止的可能性啊 那么未来包括 34种零关税农业产品都 都被取消关税优惠啊 呃那么这个是未来的这个框架啊 呃因为现在的话呢 是石化类的产品的12项目呢 已经关税的减让已经是这个这个终止了 对不对 那么浓于机械零配件是吧 呃汽车零配件啊 纺织等商品这个减让 也就是说接下来会更加怎么样 更加的这个更大啊 呃那么慢慢慢慢呢 哎呦爸呢怎么样 都要终止啊 这就是未来对吧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未来呢 当然你 干你赖哥你这不成事呢呢 对吧 其实你说赖兴德现在怂不怂啊 我觉得赖兴德现在还是挺怂的了 对吧 但是呢那怎么样 那不够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呢这个台独呢 现在你就不要谈了 对吧 因为台独没意义了啊 那独台呢 那也是不行的 对吧 独台那也是不灵的 对吧 那你不能说这个独台 你就你就说这个东西是可以的 对吧 这个也是不行的啊 所以台独 独台 这些东西都不行啊 那接下来呢 只能按照中国帮你 大陆帮你设定的这个趋势啊 那这个趋势是什么呢 就是你只能走向统一 对吧 你可以说不啊 呃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呢 你也应该期待着他说不 为什么 因为现在说不呢 先把这个东西取消了 对吧 你说这东西取消了之后的话呢 还能不能再给 对不对 这个东西呢 先取消了再谈啊 你拉抽屉嘛 对吧 如果再给 那要怎么能谈 是吧 达成什么才能再给 对不对 这个就是拉抽屉 给还还 给还这么来回抽啊 呃 你可千万别说 哎 这怎么能按呢 是吧 不要那么想 对不对 那么想你们怎么看呢 那就 是吧 格局打开啊 格局一放开啊 呃 那么一定要在给与不给之间 来回怎么样 反复的这个摩擦 反复的这个玩他啊 玩的越多呢 是吧 这个将来他怎么样 他越这个只能接受这个游戏啊 玩的越多呢 他只能越来越这个游戏 你设定的方向 为他去玩 是吧 这个就是未来迷你脑的这个关键点啊 因为迷你脑呢 他 呃 我觉得他最关键最关键的点呢 就是他在这个游戏当中 他到底能不能持续的下去 对吧 这个维持现状还能维持多久 这个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啊 因为你想维持现状的话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不对 你想维持现状就能维持现状了 对吧 你想按照这个游戏去玩 就能按照这个游戏去玩吗 对不起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简单 对吧 你必须有能力 你才对这个游戏当中玩 所以天天说七央茶 天天说七央茶 对吧 现在轮到什么 轮到大陆说七央茶的事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说七央茶就七央茶 嗯 这一次中美会谈完成之后的话 台湾这个问题就非常清楚了 啊 呃 美国人呢 也不会帮台湾 对吧 因为他也帮不了台湾了 今年都是泥仆过江 自身难保的事的 对吧 现在美国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 呃 预算的拨款 他一次性都不会拨全 所以为什么你看老说关门 老说关门 没有了 没有说痛痛快快的 咱就踏踏实实的 比如半年一审 或者一年一审就完了 现在可能一个月两个月 是不是就要审一次 一个月两个月审一次 就天天谈那关门不团门的事 是吧 所以你说对于这个美国来说 是吧 形势有多么的艰难 当然你说了 人都是玩假的 是不是永远都会过的 这个怎么说呢 如果是真是玩假的 是吧 那他的债一点一点往上走 为什么他那么多的项目批不下来 就是美国现在真的的问题 就是什么玩意都延期 对不对 咱们设定计划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完成计划 就好像说我弄一个五年计划 对不对 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完成 不是说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先把坑开开 开开之后的话 然后之后不断的往后延 钱不断往上加 对不对 美国现在能不能准时完成一些计划 现在都已经很难了 而且这一次海军跟他玩完之后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呢 这个世界各国 是吧 包括日韩这些周边这些人都非常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了 包括台湾 台湾内部你说他知道不知道现在内部怎么回事 我觉得也知道 对吧 美国人帮不了他了 对不对 已经你没看吗 已经没有人去谈论美国会不会来 美国什么时候会来 对不对 对吧 这咱们讲清楚吧 我觉得这不算我 一说胖子就骗人吧 对吧 现在还有谁去讨论两个星期之内 美国会不会来 没人了 美国给台湾下的命令和给他的定义就是你有多少你就多少 所以现在美国真的在执行是吧 与台湾呃 关于法和六项保证就是什么呢 让他有一定的自卫能力是吧 什么叫自卫能力呢 就是你手里有多少你就打多少 这个能打多少的这个多少就是你的多少 对不对 你有多少你就打多少 对吧 这就是台湾的真相啊 对吧 那你说台湾人会不会跟从这个真相啊 对吧 他跟从也好 不跟从也好 这就是他的真相 他只能接受这一个真相 是吧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未来的台湾呢 你别着急 等谈不了台独 就该谈逐渐谈统一了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维持现状 这个世界哪有什么维持现状啊 世界是运动的 是吧 从来都是改变的 每天每一秒都在改变 哪有永远的维持现状啊 对吧 请问永远是多远呢 啊 对不对 这几十年的历史 对于历史来说的话重要吗 对于历史来说的话 不过就是一个响指而已 对吧 台湾人期盼着可以永远维持现状 那是台湾人的想法 或者说这个是他的这个 对于未来目标的一个设定 那他有没有能完成这个目标的设定 这个才是关键点 你得有能力维持现状 现状才能维持 你没有能力维持现状 对不起 现状就维持不了 对吧 那对于这个中国来说 对于大陆来说 对于美国来说 现状已经改变了 中美的博弈的地位和关系 其实逐渐已经改变了 对不对 他已经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么一个维持现状的这么一个机制 或者说这个能力在了 对吧 你既然没有这个能力在了 对吧 你没有这个实力在了 那你你聊啥 对吧 你后边事你聊啥 你别聊了 你再聊的话呢 是不是 这也都是什么 这都是你也就好的事了 所以赖清德 他现在非常艰难 你别觉得赖清德现在胜利了很好 赖清德票不够 他的票不够可不是说是这个台独台独不了了 很多的票 很多的议案基本上全都动不了 也就是赖清德现在是一个跛脚的状态 就是他还没有当选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跛脚 其实现在是赖清德最幸福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是什么 所谓的他的这个副总统的位置 对不对 又不用真正担多少责任 现在是蔡英文去担责任 对吧 这个你看的蛮清楚的 对不对 蔡英文现在是担的是这个责任 他等到5月20一上台 他所有的议案他都动不了 对吧 那就得看谁高兴谁不高兴 对吧 如果这个国民党高兴 有些议案他就能过 对吧 如果国民党不高兴的话 对不起 很多的议案你就过不了 你就什么都干不了 对不对 这个才是什么 这个才是他的问题嘛 只要这个国民党 是吧 只要这个白人白的他们不同意你 你什么你都干不了 天天在那搏酒是不是 那你说这个对于赖清德来说怎么说呢 当然也好 如果赖清德想的就是 是吧 这个什么都干不了 或者什么都不想干 天天在那在这个政坛上互相你个计我一下 明天我个计你一下 对吧 这四年他也很好混 反正什么都不想干 是吧 每天不是我骂你 就是你骂我 天天咱们再来几次 最好再来着什么大太阳花 再怎么着 再整两下 在这议会里 劈里啪啦 你推我 我出来的 是吧 就行了吗 对吧 打架吗 对不对 议会里打架吗 对不对 再整点这个活就完了 这就这几年就混过去了 这几年再混完了之后 一个啊 你看啊 再混四年就2028年了 对吧 到了2028年的话呢 首先有几个点已经完全改变了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大陆来说的话呢 大陆的能力会更强 对吧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 美国能力会更糟 如果一年涨3万亿的话 就是12万亿 对吧 那现在34的话呢 就已经到了这个46万亿 对吧 那就已经非常恐怖了啊 对不对 你还能说这个没有关系吗 你还能说没用吗 这肯定不可能 对吧 那如果呢 是2万亿的话呢 就得加8万亿 那也是40多万亿 也就是说这四年 必定要破什么 必定要破40万亿 破了40万亿之后的话 他能所获得的钱 对吧 他所拥有的钱的能量 就会更小 对吧 钱越小 钱的能力越小 是不是 那最终的这个 这个结局是什么结局 那就是糟糕的结局嘛 对吧 没办法嘛 对不对 所以美国那些舰船 是吧 那些武器 那些军备 都属于力量就好 今天已经给你 江湖上跟你讲 05大战这个航母 四年之后呢 更先进的这个导弹 卫星 这些东西都出来了 对吧 那又又不一样了 那你又达不了了 就是这么讲吧 美国几年 比如美国两三年 出一个什么新科技 这科技出来 你就感觉动不了了 对不对 美国两年 你就动不了了 对不对 那过几年 过几年 过几年 你就彻底就动不了了 你也不会动了 而且 而且我觉得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他可能也就在 等待那一刻啊 等待着那个东西的出来 是吧 一旦真的 是吧 那一刻出来 那一刻出现之后的话呢 他对台湾所有的义务 就都结束了 是吧 所以也许美国 就在等待着那一刻 那那一刻来了之后的话 什么跟台湾的关系 这个那个 就都结束了 所以我没跟你讲吧 这就是幻境 对不对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已经宣布台独了 已经适时台独了 这些东西都是幻境 是吧 是幻境呢 这幻境就该破灭 就该醒来 所以我从来呢 不担心台湾人 我真的觉得台湾人 是要比香港人聪明的 真的 我对台湾人非常有信心 如果呢 走到今天 年轻人还仍然支持赖清德 对吧 那么赖清德最少的票数呢 还要达到600万到700万之间 对吧 如果你想想他有700万票 然后在议会里 他占一个多数 对不对 那么对于这个 赖清德来说的话呢 赖清德还能谈 谈谈台独 谈谈台独 对于台湾来说 也是一个好事 为什么 你只有能谈台独 对不对 那么你才能跟大陆叫价 你只有能聊台独 你才能跟大陆叫价 甚至你叫价的目的 不是为了叫价 是吧 你甚至你叫价的目的是为了 往下压价 对不对 但是呢 起码起码 你要有一个能够往下砍价的这么一个能力吧 是吧 你起码有一个能够话语对待的这个方向吧 对不对 你有台独 你才有这个 你维持现状 对不起 你维持现状是你想维持现状 大陆不想跟你维持现状 对吧 大陆呢 将来怎么样呢 就该开始穷台了 对吧 你没有台独这个口号去喊 你只能喊维持现状 你维持现状你能威胁谁呀 你能威胁大陆吗 对吧 你威胁不到大陆的话 大陆就开始对你往下降 对吧 对你往下降 对不对 不停不停地对你往下降 这个才是什么 这个才是未来的这个趋势 是吧 所以你问怎么看呢 呃 这个东西没办法 是吧 玩法就这么个玩法 游戏呢 也就这么个游戏 是吧 你也只能接受呢 这么一个事实 慢慢慢慢慢慢的 穷台都开始了 先是穷台 再往下走呢 再下一步呢 是吧 是各种的对你的各种打压啊 各你的这种限制啊 这些东西就慢慢就全来了 对不对 还得还得武力 还得围着你呢 对吧 人家第一舰队那司定 不已经告诉你了吗 给你预告了吧 人家要什么 人家要你做好准备嘛 对不对 所以啊 所谓的这个维持现状啊 是你一厢情愿的幻想 你没有筹码了 你跟谁维持现状 对吧 好吧 那么这一节呢 像这还下一节内容啊 那这一节啊 咱们得讲个硬事啊 现在说又有一个 是吧 又有一个势力啊 图瓦炉的话呢 要可能跟他说再见了啊 这个呢 可能是四天后啊 因为这个咱也说实在话啊 像图瓦炉这些地方呢 跟他说再见也好 跟他不说再见也好 是吧 其实说句不好听的 也都大差不差 因为图瓦呢 太小了 是吧 什么脑鲁这些地方 真的是太小了 对吧 他就是在世界上啊 有他这么一票 对不对 在世界承认他有他这么一票 完了他这一票的话呢 他就投 就图瓦炉啊 脑鲁这地儿啊 我说实话不如一个县城大 对不对 那人口啊 地位啊 都属于那里也就好 说是图瓦炉首都 是吧 说叫首都 其实可能也就是那村子 那镇子啊 但是就这个呢 是吧 台湾马上也要怎么样 也要马上保不住了吗 对不对 其实马上马上也要保不住了啊 这就是对他们来说 他们的这个是吧 这个这个问题啊 那时候怎么办啊 没办法啊 这就是这么个游戏 对吧 这个台湾的这些帮交国是吧 现在主要集中在太平洋岛国和拉美 对不对 那这些地方呢 都是大陆积极去这个拉拢的地方 因为这些地方呢 也不是开玩笑的 对吧 在这建一个港口啊 作为一个什么小机场啊 是不是那有很多的这个作用呢 对吧 那对于图瓦楼来说的话 还是那句话 他如果能够获得一个食品加工厂 对不对 那你想想他的这个经济 可能一样的腾飞起来了 对吧 所以你可以这么理解 过去这些秩序 过去这些地方之所以 跟中国还会保持一些 是吧 距离是吧 是中国还会给澳大利亚一个面子 因为澳大利亚现在非常紧张 对吧 脑鲁的这个事 可能最紧张的不是台湾 因为台湾可能最后就接受现实了 对吧 最紧张的是澳大利亚他们 对不对 因为你的影响力 对吧 你真的在这建设起来一些东西了 这个影响力 其实比你在这有什么军事存在 影响力大得多 为什么 因为你能证明你的价值 对吧 就是你来了 你能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这个洋人来了这么多年了 什么价值也没体现出来 对不对 那这个世界怎么说呢 对吧 这个世界大家跟不跟你走呢 对吧 而且未来 一旦形成这种贸易的这个通道 是吧 直接从东南亚进到了索罗门 再从索罗门的话 从这一带是吧 北极什么的这一带一直走 一直走走走走走 一走就走哪 一走就走到拉美了吗 对吧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拉美就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中国的这个前院了 对吧 因为我说过嘛 巴西现在和阿根廷是中国 是吧 一直在争夺的这个两个方向啊 如果这两个方向同时都能做成 那可是非常恐怖的 对吧 因为他不再是说中国只做一个点了 对不对 那是两个点全能做 如果两个点全能做的话 是吧 那那你说怎么样 那当然就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的话呢 不管你拉美是左翼的 还是右翼的都能玩 对不对 那像那些太平洋导博的话 那更更简单了 那就是真的是稍微一动手 他那块就完全不一样 稍微给一点点这个基建 给一点点东西 他完全就不一样 对吧 那你说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他们不想发展吗 嗯 这个话将来是形式变化 成为一个新的通道 对吧 这个通道的作用将来是什么 是他们所能够获得的这个东西 啊 所以现在呢 说 呃 以美论啊 在台湾也是甚嚣尘上 啊 所谓的以美论呢 说到底 就是呃 美国实力不行之后 必然的产物 这个世界可不是只有他们是以美的 对吧 这个世界几乎都在以美 对不对 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能不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 能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 都是在以美的你不觉得真的大家都在以美吗 美国需要回答这些东西吗 对吧 美国还能不能回答这些东西 甚至如果这么玩玩下去 是吧 这个如果美国好呃 丝毫不去管的话 那澳大利亚都都都都跳转了 或者说澳大利亚他不已经跳转了 对吧 那那你美国不行 人家只能再找一个找一个别人了 对不对 陆克文人家说呃 中国还没有见底 中国还有未来的这个前进方向 对吧 为什么我讲的很清楚 因为如果中国见底了 中国停滞了 对吧 那他们也就停滞了 他们也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将来这个兄弟都是跟别人要捆绑了 对不对 将来的这个兄弟都是要跟别人捆绑 那这个才是什么 这个才是他们的未来啊 是不是 兄弟都已经是跟别人走了了 对吧 那你更别说底下这些人了 所以留给美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是吧 他能证明自己的能力的时间也不多了 将来的美国就会退化成为一个区域型大国 对中国来说的话呢 他就是变成了一个呃 区域的这个国家 是吧 跟这个区域的国家如何维持发展关系 就是这个事 对不对 将来的这个结局是不是就这个结局 等于就是这个他变成了一个普通国家 你对待他 他就是一个普通国家 这就是未来他的这个地位 未来他的形势 是吧 他没有什么特殊的 他没有什么这个奇怪的 对吧 你看欧洲这些国家是什么样 他就是什么样 这就是基本上未来的这个美国的地位 啊 那美国在这个地位当中 他能不能够继续啊 他能不能够玩啊 这不也就是他的这个作为吗 你再想让他展现出来什么别的 没有了 这东西打的不是台湾的这个啊 这东西打的是台湾的屁股 那简直打的是美国的脸呢 对不对 澳大利亚的这个秩序是吧 这些东西维持不住了 那都是他的事 跟跟美国是吧 也是有关系的 你当然美国可以说说我一推265 我说这事跟我没关系 澳大利亚的事对吧 但是你在整个太平洋岛国这些地方建立的这个秩序 对吧 不是都看你的面子吗 你如果把这个推开了的话 那更惨 所以我没跟你讲嘛 最后中美关系什么关系 那叫大搬运 对吧 什么叫大搬运 经济的 是不是 这块要搬运 农业的 是不是 那将来呢 还有什么 还有外交的呢 是不是 那这些东西都算是这个 这个什么呀 你别忘了 你进的是人家的这个地盘 你能在这个地盘跟人家发展关系 对吧 实际上对美国来说的话 美国不去阻挠 是吧 或者说美国最后被迫无奈的接受 这个子也算一个妥协 对不对 他也可以拼命的去拦呢 对吧 那最后的话呢 一抬手放啊 是吧 或者说实在这个怎么阻止也阻止不了了 那这些东西慢慢慢慢的都往上塌 越往上塌 塌的就越快 对吧 因为整个拉美 对吧 整个的这些还有几个 不就还有12个吗 除了凡体刚是一个确实挺难啃的这个骨头 对吧 其他地方 都是等待着这个时间的 对不对 这个慢慢慢慢的就就变化了吗 而且咱说几实在话啊 就是变化了或者没变化了 影响到这个 两岸之间的关系吗 是吧 影响到两岸之间未来发展的这个局势吗 不影响 为什么 大陆怎么对台湾 对吧 慢慢慢慢会有一个自己的这个方式和倾向 对不对 台湾只能在这个游戏当中他被动的接受 对吧 是这个道理吧 其实他到最后的话 既只能是被动的接受了 对吧 慢慢的这个回收你 跟你合观 你没有这个台独了 那你就只能慢慢接受这个事实 对不对 你没有台独了 你真的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真的你逆转不了 你想把这东西变过来 你想把这东西真正的再回到你能如何如何 不是台湾不行了 是美国不行了 所以我一直讲 这个游戏的本质就是中美国益 对不对 美国不行了 台湾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后边的事都是小事 对吧 你等大陆有行动的时候 台湾能那个能对抗吗 对吧 他能抵抗得了吗 他抵抗谁 他的实力 他的能力根本就跟你 根本就谈不了 对吧 他能抵抗谁 他只能最后接受他这个结果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未来 他喜欢的日未来 不喜欢的孩子的未来 只能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对吧 一个是呢 你呢越来越着急 对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是什么 是这个他岛内的这些人 为了他自己的小学性 他会找一帮人 这帮人的话呢 会每天刺激你 是吧 或者每天刺激他们自己 继续讲那个人间奇迹 是吧 讲那些有的没的那些破案印 那些有的或者没的破案印的最终目的 就是为了能让他们自己心里好舒服一点 对不对 他为什么要找一帮人天天笑你呢 因为他如果不笑你的话呢 他不就变得可笑了吗 对吧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找一帮人天天笑你 人家看这个人就开心 就完了 对吧 而且我说实话啊 笑的程度越这个低级 对吧 嘲笑的这个越胡扯 越说明 都知道怎么回事 你千万千万别认为 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吧 谁不知道啊 这世界 是不是 又不是那个山里的 岛里的 对不对 又不是那个 那个域外的世界 或者另一个位面的 对不对 他有什么不知道 这东西到底怎么回事的 只能说是他知道怎么回事 但他最终不能承认怎么回事 因为承认了 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所以你说 比方说有一个摄像头也好 或者有一个什么东西对着他 他能承认吗 他肯定是不能承认的 但是你说他不能承认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吗 对不对 你要说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多少有点夸张了 对吧 肯定是知道的 对吧 但是知道呢 也只能装不知道 因为装不知道是快乐的 承认了是痛苦的 因为你承认了之后 你没有对抗他的手段了 对吧 那你只能怎么样 只能接受你自己的命运吗 对吧 这个不是才是最终的这个现实吗 对吧 所以这个是现实 只能接受 所以还有四天呢 到底是转化呢 还是不转化呢 这个都是要开始了 而且说实话 赖清德还没上来呢 现在这个断交的这个责任 其实应该算在蔡英文的头上 对吧 所以你赖这个 这个赖清德还不对 因为赖清德毕竟是520嘛 所以等520当了之后的话 他这四年 他要断多少 对吧 他就还有三个 再断三个就剩9个了 就10个以下了 对不对 就是变成一位数了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大家对这个事呢 就只能越来越承认了 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点啊 各数越少 对于剩下的这些个来说 其实他们的筹码越少 对吧 因为你在这里边你慢了 对不对 那最后的话 你别觉得你的筹码反而变得越高 对不对 因为最后那几个呼噜一下 比如都开始了 都开始谈了 那最后剩的那几个 对吧 那人家怎么样 可能也就不坚持了 对吧 多才有坚持 越少就没人坚持 对不对 而且哪天突然梵蒂冈 对吧 谈成了 那那个的影响效果 和那个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对吧 那对于这个台湾来说的话 那是非常震撼弹的效果 所以这些像 你不知道在哪的地方 这个相来说还好啊 是吧 因为毕竟你说 图瓦楼在哪 你可能第一时间 不知道还是在拉美 还是在太平洋 是吧 还是在非洲啊 那这个还好 对不对 如果是凡蒂冈断了的话 那这个世界 尤其西方世界 那对他们是一个震撼弹 对不对 所以这种东西呢 只会越来越多 你没有了谈判的筹码 你想维持现状 那你呢 只能拿亲情 打亲情牌 那问题是你现在又不打亲情牌 对不对 你老玩虚的 你想拿嘴 打嘴炮就行 所以我没说嘛 台湾人认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个国民党 那个时期 他能打嘴炮 包括马英九也是 马英九他们现在还在幻想呢 就是他们仍然能靠打嘴炮 去玩这个游戏 我这么说吧 这一次就算是侯友宜当选了 一样不会给你这个面子 对吧 为什么 因为你也是独台 对吧 你别说你不是台独 你是独台 对吧 你是独台 那对你也是有影响的 没有那个时代了 马英九那个时代之所以愿意这么去做 愿意去玩 是因为还在哄着 那为什么去哄呢 因为当时大陆的实力确实不够 这也是实话 所以实力不够的话呢 那在有些问题上确实需要隐忍 对吧 这个是实情 对不对 那现在大陆的实力已经彻底起来了 那谁还会隐忍呢 谁还会给你这个面子继续去隐忍呢 对吧 那就没人去给你这面子隐忍了 对吧 都是怎么样 都是高歌能见的 所以你的面子也不够 对不对 完了呢 这个美国的面子也不够 对不对 那面子都不够了 是吧 那所以怎么样 那所以就没有面子了 是不是 那没面 那最后怎么办 那就是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对吧 那都是好事 别着急 对吧 留给这些人的时间不多了 是不是 再猖狂两天 对不对 再享受最后的幸福 等520 赖清德真正当 真正这个接任的那一刻 是吧 这些好戏呢 才真正慢慢才开场 是吧 真都是好事 对不对 好吧 那么今天这一集呢 就这里谢谢收看 如果您想本大的话呢 可以点一下 小铃铛 有没有值得分析内容话呢 今天分析你们今天这一集呢 就这里 谢谢收看